近日 宁波凤化警方成功打掉一个专为电信网络诈骗 跨境网络赌博等犯罪行为洗钱的团伙 该团伙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 去年年底 宁波凤化警方接到一条线索 辖区居民程某名下的银行卡 支付宝账户 涉嫌电信诈骗 接到线索后 警方对程某进行了调查研判 发现程某是个无业人员 长期居住在陕西西安 但经常通过在微信兼职 群内发布虚假兼职广告 招募洗钱人员 并使用银行卡支付宝等工具 为境外诈骗等团伙提供洗钱服务 陈某在网上以借用银行卡支付宝的形式 发招聘公告 招募兼职人员 然后把兼职人员组织到酒店中 每当有上游诈骗资金打到兼职人员的银行卡中 陈某便会操作兼职人员的手机 把这个上游犯罪资金转移出去 民警发现 兼职人员参与陈某的洗钱犯罪后 陈某便会给对方180元至300元的报酬 自去年12月份至今年2月中旬 已有30多人参加 2月16日 办案民警在西安警方的协助下 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陈某被抓时还在与上级诈骗团伙犯罪分子通话 最终两地民警协同抓捕 在西安一酒店内将嫌疑人程某 李某 王某等10人一窝端 并依法扣押作案银行卡15张 手机11部 经查 犯罪嫌疑人程某在2021年12月 机缘巧合与诈骗团伙相识 为谋取非法利益 程某开始在微信群内发布虚假兼职广告 从12月份至今 程某洗钱的犯罪金额高达500余万 非法所得5万多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程某 李某 王某等10人已被解决了 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杨方红编辑报道